想像水龙头开至最大 洗手盆下方水管一时无法排水 这时候洗手盆就会累积水位 就像是士林关底周边发生的积水案件 成一式士林关底明沟排水容量不足以容纳建坛山 福陵路北南侧及周边积水范围禁流 身为地区唯一的大型排水沟设施负担很大 因此台北市公务局水利处要在关底门口旁设置置洪池 提升地区降雨容受力 士林关底自洪池我们是利用公有的公园用地 来进行地下自洪池的兴建 主要是这个地下自洪池 可以吸纳差不多有一万立方公尺的水量 对于周遭的建坛山 从建坛山山系下来是直接会有一些水 直接冲击到我们的福陵路跟中山北路的路口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地下自洪池的兴建 完成以后把这些水量吸纳 那甚至上面的公园 我们还是继续恢复把它做绿化 那对整体的生态跟竹温体的景观 都是有正面的帮助 计划原请 我们为什么要兴建这个自洪池 是要解决哪一个地方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山北路五段与福陵路交叉路口 这个积水范围是一个易积水的地点 那这个地方在哪里 大概是我手指的方向前方的交叉路口 根据统计从100年到112年 这个地方总共发生了8次的积水案件 上面这张是109年8月3号 中山北路五段积水的照片 下面这张是109年8月27号福陵路积水的照片 计划目标 我们要改善积水的状况 首先就要了解当地的排水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中山北路 东西两侧的排水都是流经福陵路 最后排到中山北路五段470项这条大名口 这是大名口的照片 那福陵公园它的排水是北往南排 最后也是流到中山北路五段这条大名口 至于福陵路本线是东北往西南流 最后也是排到这条大名口 那也就是说下大雨的时候 四面八方的雨水都会往大名口集中 造成大名口水位高涨 于是上游交叉路口的雨水就无法顺利排入 于是中山北路五段与福陵路就成为一个易积水的地点 那如何解决积水问题呢 首先就要降低民沟的水位 于是我们计划在士林关底北侧的这一块空地 兴建制洪池 那下大雨的时候就将雨水导引到制洪池内 这样就可以解决当地的积水问题 那制洪池完工以后呢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保护标准 目前当地雨水下水道一个小时 只能承受60mm的降雨 那法规规定呢 一个小时至少要能够承受78.8mm的降雨 那我们制洪池完工后 不仅可以符合法规的规定 而且我们更提高保护标准到 一个小时可以承受88.8mm的降雨 接下来说明设计理念 第一个设计理念是多目标使用 我们制洪池的设计是 兼具景观与防洪功能 制洪池分成上下两池 最主要的制洪功能是在下池 那上池我们设计成为一个景观生态池 平常可供民众休闲使用 第二个设计理念是 节能减态回收再利用 左边这一张是景观生态池的平面图 那编号1234分别搭配 右边这四张照片 编号1是透水铺面 透水铺面下方我们设置雨水基砖 可以将雨水除流回收再利用 编号2在湖周边我们有设置食笼造型的座椅 可供民众休息使用 那这个座椅也是用废弃的混凝土块 回收再利用制成 节能减态又环保 编号3 跳岛步道我们铺设花岗岩板 也是原本公园的材料 回收再利用制成 编号4 凉亭 凉亭除了可供民众遮衣休息外 那凉亭上方我们有铺设太阳能板 它也可以提供循环抽水所需要的电能 兼具景观营造与节能减态 第三个设计理念是景观营造 我们计划把景观生态池打造成为一个都市花园 它有三个特色 静 静 静 第一个静呢 就是生态池中央我们有设置 跳岛步道 那行走在步道间可以享受被池水拥抱 让民众更亲近水 第二个静 我们生态池有设计跳岛步道 观景平台 水深植物 为社区民众提供一个更优雅清静的环境 第三个静 是在破地后方我们有设置水梯进水池 那透过层层的水池以植物净化水 同时也可以呼应早年农耕时期的生活迹象 改造后 制洪池分为上池及下池 上池周边有绿地池水步道复合植栽休憩空间 空间比现况更有效利用 并不会影响现有的绿地休憩地 这一次制洪池是我们花了这个4.6亿 那原则上就是要解决中山北路五段跟福林路 那一台一椅大概多盐水 那我们希望原来的这一个公园 如果能够做一个这个西洪池 那让原来的容塑率 本来每小时60厘米的部分提高到88.8 那原则上能够这个解决这里积淹水的问题 那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市民会担心 原来的这一些粒化是不是会被破坏 但是这一点我请所有市民能够放心 我们不但要做好这一个制洪池 那制洪池完成了以后上面 我们还是会恢复原来的这一个我们的公园立地 那还会比现在不管粒化或是拓水 那环保的生态的部分还会更生态 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开工 最只要是能够取得双银 能够有公园也能够解决这里的积淹水 那这个工程我们今天开工 在115年4月2号我们就会完工 士林官邸志洪池动土开工 副市长李四川带领市府人员相关人士祈福 预计115年4月上旬完工 施工期间也会设置监测仪监测地盘 以确保周边建物结构安全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